苹果97年6月12号 当年桃园县府努力改善公有停车场和大众运输系统的服务品质 并举办96年度公车和停车场的评件成果发表会 借由公开颁奖表扬来鼓励评件结果优良的经营业者 也希望同时促进其他业者一同来提升服务品质 当年桃园县府为了提升大众运输以及停车场的服务品质 要求市区公车需办理年度评件 并在95年首度推行公有路外停车场评件作业 而当年举办的第二届评件成果发表会 由桃园县长亲自颁发奖座以及优良标章给优良业者作为鼓励 其中有得奖的客运业者也表示 现在他们已经从传统运输业转型为运输服务业 因此虽然经营成本随着油价上涨 他们还是希望能尽量提供使用者良好的服务品质 而业者也借此机会向政府喊话 希望能提供获奖厂商租金优惠 期待政府以实质的回馈转化为业者的动力 记者综合报道